我是很渴望神的 所以我經常在Youtube會看一些訊息 但我身邊沒有人 所以我看了很多訊息都是不同的國家 我心裏很想有這樣的渴望去 即使我要乘飛機去 我都很想去 當我這樣對神球的時候 我無緣無故看到Pastor Yip的Youtube 我聽了他的訊息之後 我就很有感動 我看原來他是香港的 他有這些資訊 我打電話給他 誰知他回我電話 我很驚訝 可以給我一些毒 我對於聖靈的事 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但我自己心裏是很有學求的 我想 我很懂得講到 我想說我成長的過程是有兩節經文 第一節經文就是當我受到聖靈 Baptism of Holy Spirit的時候 即是聖靈的洗禮 聖靈的洗禮 因為有一次我牧師叫人來到面前 和神祈求的時候 祂說你有什麼要向神求的 那你開聲吧 那我記得我當時開聲 我就跟神說 我說 神呀 在你的角度 你可否留一個位置給我父母 我家人 因為我心裏對我家人的救恩 很有負擔 我覺得他們很痛苦 但我亦都覺得聖經裡面說過 你一個人受相信 你和你的一家都會得救 那我覺得我已經信了三十年了 我見不到我家人得救 那我就很傷心 那所以我當我跟神說的時候 我就哭得很厲害 因為我只能不停地說 神呀 我求你憐憫 英文是mercy 神呀 求你憐憫 我家人 因為他們不懂得來 那他們都沒有能力去做任何事 那我看到帕斯葉的訊息之後 我覺得可能這個就是一個途徑 可能我家人可以透過這個得救 那我心裏面很有這種感動 我一定要來 因為我未曾經歷任何聖靈的這種 所有這種經歷我未曾經歷過 但是我心裏面覺得 有啊 我來我會得著啊 這個感覺 那第一次經文我想說 就是當我受到聖靈的洗禮的時候 就是若白那時候說的 就是我以前聽聞你 如今我見到你 因為這樣我就 我就 懺悔 我就輕看自己 那我覺得這句話很對 那麼三十二三十年來 我聽聞神 現在我見到神 我經歷神 那種感覺是很重 那種感覺是很重 第二次經文就是神 我跟以色列人說的 就是我以人的恩 我真詞 帶領你 我以愛 捆綁你 我就好像那個 把小朋友抱起身 放在我的面額上 親近我 我溫下的腰來餵 即溫下的身來餵你 我覺得這句 是神給我的說話 是他真是這樣帶我 用他的愛捆綁我 然後他會 他真是把我抱起身 在他的面額上 是他親自來餵我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 我自己感受很深 那我一直為這次來 祈禱 我覺得我 很想來 那我來了之後呢 我就 我未曾試過找過的 我未曾試過 人家幫我祈禱找過的 我知道我自己心裏 有很多感動 我不懂得去解釋這些感動 那我跟別人說 有些人跟我說 是我的想像力出來的 沒有這些東西的 那 那 所以我來了之後呢 我是 當牧師幫我祈禱的時候 我覺得 突然間是 那個熱 是打到我的前壓裡 我就這樣 一下子就這樣 跌低 那剛才 牧師幫我祈禱的時候呢 我就會 放聲地哭 那我覺得 其實我 很放聲地哭 因為我的負擔很大 我覺得 我會經常想起 我的家人 甚至我想起我媽媽 我爺爺 我叔叔 我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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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 我爺爺 在嚇死我issez stem 我爺爺 今 meu父親 全都拿去 你 你的 Head 只要你是跟從神 神會做神祂做的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釋放 好 感謝師傅 我想補充一句 我們需要敬拜聖靈 其實我們都是敬拜聖父聖子聖靈 而聖靈充滿的鑰匙不是敬拜聖靈 而是用心靈誠實來敬拜三位一體的真神 聖父聖子聖靈 聖靈 劍哲目前win 聖盛 聖靈 聖 nut 聖經